好 今天是我們《金剛經》 第20講 第20次 剛剛《金剛經》也講到 第20分 那這個《金剛經》裡面 從整個架構的波勒布的總精華 《金剛經》裡面 我們到這邊得到佛陀給我們的訊息是 無眾生可渡 沒有眾生可渡 那個沒有眾生可渡 這個是因為學佛的人 第一個念頭都想渡眾生 各位去看看是不是大家都想渡眾生 希望能渡眾生 可是佛告訴我們無眾生可渡 那個學佛的人都要謊照 都要模仿我們的導師阿彌陀佛 要創造一個淨土 創造一個西方極樂淨土 因為我們都聽說過 諸佛都有一個淨土 所以有東方流離光淨土 有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都希望創造一個淨土 因為你成佛會創造一個淨土 可是佛告訴我們 無佛土可莊嚴 所以莊嚴佛土即非莊嚴 市民莊嚴 沒有眾生可渡 沒有佛土可莊嚴 可是各位 眾生渡了眾生 渡盡眾生 能成立佛土 能成立佛土 這個是一個人 這個是一個任何人 學佛的因阿 這是因地阿 因地就是那個過程阿 所以大家忙於要渡眾生 各位希望我們可以跟佛一樣 有一個淨土阿可成立阿 這個是因阿 那個因為有這樣的因 你才可以成佛阿 那個成佛你才可以 具足色身 或具足身相 同樣一件事情 具足色身 你才有具足 什麼叫具足 具足的意思就是圓滿 那個具足色身 總共一句話叫做圓滿爆身 叫做圓滿爆身阿 所以各位圓滿爆身的取得 是因為度了眾生 是因為成立一個佛土阿 所以這個是因 因這個卻是果 這個才叫做果 各位把這個邏輯關係弄通 你聽經的意思 不是要去記這個名相 弄通通了 懂了 跟自信相應 所以各位 既然佛告訴我們 無眾生可渡 無佛土可莊圓 所以這個因無阿 無因 可是無因怎麼會成果 各位現在眼睜睜的釋迦摩尼佛 他的硬化身叫三十二相 因為釋迦摩尼佛是實際的人阿 對虛菩提的眼中而言 他是一個具足色身的佛阿 明明你存在 我們大家稱呼你佛 你具備了三十二相 你是具足色身的爆身 圓滿的爆身 你真的存在阿 請問你告訴我們 沒有這個因 那你怎麼成為這個果 各位這是整個金剛精 十七分厚的架構 各位各位 你聽到這個意思嗎 金剛精你是把它閱讀過 沒問題 是這樣閱讀 可是這個邏輯加工 你要清楚 所以以後 你在送金剛精的時候 金剛精送快十五分鐘 各位如果你金剛精很熟 十到十五分鐘 因為它沒有很深的字 它全部都是很淺的文字 各位一直念下去 集會視頻 集會視頻 各位一直念下去 大概十分鐘十五分鐘 可是各位 各位當你花了這半年的時間 你通了以後 各位以後你就會做到 念而無念 這是時常的佛教語 念而無念 無念而念 這兩者一樣 念而無念 無念而念 是什麼意思 你在念的當下 不要用意識心喔 可是你懂的是什麼意思 各位聽懂嗎 你不會在念的當下 然後先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註解 我再想一下 不會 為什麼 字字然然 這個叫華爾如式 跟本性相應 金剛精所講的 就講我們最深層的那個心性 這個叫佛性如來 那個當你藉著語言文字 在念的當下 在念就念喔 可是你心裡面沒有摻雜的藝術心喔 也不用去求解喔 也不用去想 不是念到這邊 啊這個是什麼意思 不需要喔 這個叫念而無念 自通 這個稱為叫做送金 送金叫做通金 你通金了 通金的功德無量無邊 因為大概是整個自信光明的顯現 自信本來我們的Maha 有沒有邊界 沒有 所以產生出的功德 就無量無邊 請問我們Maha裡面產生的意識心 意識心有沒有界限 有 意識心有界限嗎 所以你念出來的功德 那不叫做功德 頂多是一頂福報 它就有界限 所以福德無故 事故如來說 福德多 道理在這 什麼叫無故 不是沒有 無故 就是不執著 不經過意識心的思考 念而無念 各位這個叫做通金送金 所以金剛經講說 若有人 以三千大千師的七寶布 是不如金剛經四巨祭 四巨祭是怎麼樣 不是念四巨祭 是通四巨祭 跟本性相應 跟本性相應 比Maha一相應 這本來具足的 本來就有的 本是具足的 它就無量無邊 無邊的開採 所以各位為什麼金剛經那句話 若福德無故 事故如來說 福德多 無故的無 全部放下 沒有意識心掺杂在裡面 而那個意識沒有意識心掺杂在裡面 請各位 你也要去想我現在講的話 沒有意識心掺杂在裡面 不是沒有意識心掺杂 所以各位 佛環然然在這個地方 不然什麼叫做無意識心 無的意思叫做放下 叫做清淨 不是沒有意識心掺杂 是你意識清淨 所以心跟意 它是不意不意 意就是念 念是從心所引發出來的 而心是從什麼所引發出來的 從信 各位這個很難喔 所以我們有一個如來自信 本來不生不媚 什麼叫不生不媚 去掉生也去掉媚 叫做華爾如是 什麼叫華爾如是 他沒有生媚 他是本來做那樣的東西 誰有 我有 你有 佛頭有 六道眾生都有 不但有 是共用同一個 為什麼我們知道共用同一個 所以華言經才有這句話 三世一切佛 共同一化身 各位 經典就這樣證明了 經典所講的千萬不要懷疑 這個不是主事大德講的 是釋迦摩尼佛親口講的 各位聽得懂嗎 他就是佛 各位他已經修到那種程度了 叫佛 這個經典不要 你有沒有說 我怎麼知道那需要什麼程度 是不是有人來比他更高 各位 你就不用來聽了 各位 這個是最起碼的尊敬跟相信 你聽到這個意思嗎 就像你現在是基督徒 聽到耶穌講什麼 上帝講什麼 怎麼證明他那麼偉大 是不是有人比他更偉大 你沒信基督教 各位 你聽到這個意思嗎 所以各位 我們的藝術心不要再想到這個地方 佛經經就是謊之 是海而皆準的道理 為什麼 正則方之 只是我們還沒有正而已 可是你不能講姑且聽之 你一定要聽之 因為它是真正像Google一樣 那麼樣的清楚的子男尊 各位聽得懂不懂 你航海的過程 連子男生你都不相信 你要相信誰 還沒說這樣聽得沒有 你學佛連佛經 你都不相信 你要相信誰 各位你要懂喔 因為佛所講的是他自身自證 這是他自己成果的體會喔 各位 所以經跟論不一樣喔 經 謊之 是有接準的道理 論不一定 各位聽懂嗎 論不一定 論是從經解釋 字出來叫論 所以各位論述裡面 要看的論 最起碼要大藏經 有進去的論 才能看 其他管他自密度有多高 他的論述 不一定可以相信 那是他的經驗累積而已 各位這樣聽得懂 他到底開悟了沒有 政務了沒有 我們不知道啊 我說這樣聽得懂 所以各位 明師 不等於明師 不等於啊 明師很有名啊 可是不等於是光明的老師啊 不等於啊 這樣聽得懂嗎 可是明師寫出論 當然 也有很多明師能寫論 比如像永明禪師的 中 這個 中禁論 我這個不用講了啦 永明元壽禪師 大家都說的 阿彌陀佛再來人啊 各位 這樣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比如像 普提道次第廣論 我這是中科報道師講的 這都沒問題啊 雖然他是論而已 可是沒問題啊 可是各位 看什麼樣最保險 看什麼樣最原始 看金 因為這個是明師講的 金 明師 釋迦摩尼佛就是 那一盞大明燈 各位哪有捨金不看在看論的 論是因為金看不懂 不得不看論 各位那條件意思 原文看不懂 不得看翻譯啊 那請問 翻譯的比較準 還是原文比較準 原文 你看不懂 看翻譯啊 各位聽得懂不懂 有時候翻譯會很扭曲啊 各位 所以要翻譯不容易啊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 焦羅摩斯大師 他翻譯的是金啊 所以他才畫一個願 畫什麼願 這個是要從 向上裡面的靈驗 讓我們更相信 如果我翻譯的金點 是真正釋迦摩尼佛心法的話 我死後 我的身體腐化 把我燒掉 我的舌頭不能爛掉 這個只是一個對無名眾生的一種靈證而已 聽得懂不懂意思 你看啊 連祖師大德都要證明 是一定要金啊 那個現在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現在有個問題來了喔 現在各位 這個理論點 各位這個金剛金 是一個劍性的金 一真劍血的金 現在佛陀已經明白了說 如果眾生可渡 也沒有佛土可莊嚴 所以呢 要成活的因 竟然沒有 沒有 釋迦摩尼佛 你今天 你的硬化身 就在我的面前 比如我現在是虛佛體 故意把我們認為 我們是虛佛體 跟你對話的那個人叫做佛 釋迦摩尼佛 他雖然跟我們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巴 什麼都一樣 可是他是佛 我們承認的 所以他是三界的導師 他是仁天師 他是佛 那佛你今天 你既然是佛 你在我的面前 你聚足了聚足色身 你的圓滿爆身 已經出現在我的面前 那怎麼會沒有這個果呢 那佛陀你講理論 他不敢挑戰他 你講理論 沒有因 有因才有果 沒有因 可是果就存在 不是不符合邏輯的思考嗎 各位 金鋼金的演化 到現在要講二十分 這樣子的背景 這樣跳不 各位 你先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要通經 要通 不能這樣過去 要過去就大家黏黏就好了 各位 這樣可以知道這個意思嗎 再聽一遍 從因緣所生化裡面 必然有因才會有果 這邊講的 所以因果不空 有因有果 你要成佛的果 是必須要度眾生 也必須要成立一個佛國 就像阿彌陀佛成果 你看西方這個淨土 各位 今天這也是淨土 我們這個土 是釋迦摩尼佛的淨土 但這個淨土是環聖同居土 這樣聽到這個意思嗎 所以釋迦摩尼佛是 我們這個淨土的導師 我們要去西方淨土 那個淨土的導師 是什麼人 阿彌陀佛 是這樣而已 我們這也是淨土 但是你會說 我都沒有人為 這是淨土 那是你沒有人為的 那是你的問題 這個統統意思 真正有修行的人 因為這個地方也覺得是淨土 這個才叫大修行者 真正大修行者 不是我要去一個淨土 它才是淨土 當下就是淨土 只看各位會不會用心而已 就跳這個意思嗎 好 再來 既然度眾生 眾生無邊寺願度 是成活的因 成立一個淨土 也是成活的因 但是佛告訴我們 沒有眾生可度 也沒有佛土可莊嚴 所以因已經沒有了 可是哪來的果 哪來的果 我佛 你就是西達多太子 你現在是斯加摩尼佛 你就是佛啊 你就是在外面前啊 難道你不存在 難道你不是佛嗎 各位 佛知道了須菩提 跟他的對話 佛要回答 今天我這個巨族色身 是什麼 這個就是金剛精的第20分 各位 這樣聽到這個意思嗎 那各位 從這個巨族色身 如果知道巨族色身 是怎麼一回事的話 接下來 巨族色身成佛的目的 是要說法 那佛有沒有說法 這樣須菩提要問佛說 佛 你不管巨族色身的答案 都知道 你成佛的目的要說法 你有沒有說法 佛的答案是無法可說 如果你說我說法 此人其實是半火不解讀來真是意 要聽到沒有 各位 金剛精到這邊巨族色身 問的問題 佛頭一再地活定 現在來了 沒有眾生可渡了 沒有佛土可莊嚴了 又是來的 也沒有巨族色身了 也沒有法可說了 各位 講到這邊的須菩提 他心裡軟下去 原來這樣喔 那時須菩提 爭阿羅漢的時候 為什麼他還沒有辦法提升 你知道嗎 因為他還認為有眾生可渡 有佛土可莊嚴 有巨族色身可得 然後有法可說 現在佛頭都活定了 最後須菩提要問一句話 好佛頭我一聽你的 四個活定了 那請問以後的眾生 現在你講我聽得懂啊 以後的眾生 因為以後的眾生 越後面對我們而言是 越莫華 以後莫華的眾生 聽到這番話 他會相信嗎 佛頭有棒喝虛伏地 你還有未來的眾生會相信嗎 我不是告訴你們 本來就沒有眾生 這個是今天講的主題 各位金剛經 你要聽出華味 啊 這味道 這太美了 太好了 這樣聽不懂 到這裡 這前提而已 就是今天的前菜 剛剛端出來而已 就是要說這個 這是今天的主題 再聽一遍 第一 沒有眾生可渡 沒有佛土可莊嚴 沒有巨族身相 也沒有佛 也沒有說法 甚至最後 這些道理後世的眾生會相信嗎 佛頭告訴虛伏地 也沒有眾生 各位這樣跳 所以最後 金剛經 今天的主題要結束的時候 講的六次眾生 眾生即非眾生 眾生非眾生 非不眾生 眾生眾生者即非眾生 至明眾生 短短的文字講的六次眾生 各位等一下要跟著解釋 是什麼意思 各位 因為你自信大開了 各位聽金剛經 聽了五個多月了 你的自信已經大開了 身性大開 只是聽完以後 又恢復到習性而已 來了又又回來了 各位 真的啦 我沒在騙 所以這個直播跟現場不一樣 因為射受力 直播要用功用力在裡面很難 兩個小時不知道跑廁所幾趟 不知道吃了多少花生 再轉轉暫停 暫停等下再開冰箱 等下再看電視再來 各位 這兩小時不是 時間是 插那間 過去現在未來 插那間 有過去有現在未來 這是實際的 可是為什麼要用直播 不得不而已 不得不 因為方便不能來聽的人 這也是眾生的因緣果報 也沒有對也沒有錯 好 各位我講到這個地方 各位請把開場白已經講了 好現在來看裡面的內容 我現在請請這個大姐 來念金剛經第二十分 好 請看第六十四頁 黎色黎相分第二十 虛普體 予以雲和 佛可以聚足色身見佛 福也四尊 如來不應以聚足色身見 何以故 如來說聚足色身 即非聚足色身 是明聚足色身 虛普體 予以雲和 如來可以聚足諸相見佛 福也四尊 如來不應以聚足諸相見 何以故 如來說諸相聚足 即非聚足 世明諸相聚足 好 阿彌陀佛 來 那各位 我還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講華化報三身 各位我們有個華身 華身就是自信如來 也稱為叫做如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華身 那這個華身無相 華身沒有相的喔 華身存在可是無相 所以華身要講華身 華身只要語言文字動出來 都不是他 各位都會有偏差 因為華身很難一語道眾 所以佛沒有說法 因為佛已經從華身 硬化為這個人生 這個硬化身 可是硬化身有說法 因為他可以透過語言文字 華身沒有說法 華身無法可說 可是可以透過語言文字 就是要講華身 沒有辦法 異言嚴重 異化嚴重 不可能的但是 華身能跟你說 你又多了解 你又已經證悟到華身的佛 你也講不出華身是什麼 只能講一個大概而已 可是聽得懂不懂 所以請各位要聽喔 所有的佛經裡面 可用語言文字表達的 都是大概 所以佛教們 千萬不要執著語言文字 各位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語言文字 所講的所有的東西 就像手指頭 它的目的要止樂 可是要講樂 講不出來 所以不得不講手指頭 請各位千萬不能把 手指頭當作樂 那就對了 各位要講一句話 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一看佛經 佛經什麼 你執著在經典的語言文字 各位 各位你不見道 你不見信 你還差遠了 各位 它只是個表法而已 各位 你不要把它當真 所以不要當真的意思是 它不是真 它是手指頭 是藉著語言文字 來修真而已 它也是假界的名相 所以馬民菩薩在大聖起經論講說 要放下文字相 放下言說相 放下心緣相 什麼叫心緣相 你想像那一個 不一定正確 也要放下 各位 你放下這三個 你都不用求了 回歸自信 自信不是我能找的 它不需要找 它本來就存在 就告訴你 聽到這個意思嗎 本來就存在 為什麼我們找不到 所以佛陀才會講的一些 紫樂的手指頭 來讓我們用去除法 去除 去除 去除到最後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的 那一剎那 你懂了 這個叫開悟 然後你今生體會了 這個叫正悟 所以開悟是第一個 第一個門檻 正悟是最後的門檻 可是你沒有開悟 你正悟不了 所以六主 唐經的六主 告訴我們 必須要開悟後才能修 所以叫悟後取修 你沒有悟 可不可以告訴你 坦白跟你講 這佛講的話 所有的修都是盲修下裂 你不要以為你學佛 這差太悟了 因為你沒有開悟 你不懂得見地 你沒有開悟眼 最低的標準 你沒有開悟眼 怎麼開悟眼 在我們生活的應對之中 最大的道場就是 我們這個入場生活 這樣聽到這個意思嗎 你懂得這個 你才能悟後取修 所以經典無人說 雖之不能解 一定要進入經論 經論你沒有進去 各位你說要修行難 你做一些無意的事 你都不知道以為那個在修行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好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所以滑身自在如來 自信如來滑身 各位 它是一開口就不對喔 所以動念極乖 開口變臭 能開口講的 就不是那一個 你動的念頭是那一個 就不是那一個 這真奇怪喔 所以開口只要動念極乖 開口變臭 它是沒有辦法形容的喔 可是有沒有那種東西 有 為什麼知道有那種東西 各位 你真的知道為什麼有那種東西 各位 你自己體會啊 不是佛跟我說啊 因為沒有那樣東西 你的六根就沒有辦法運作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現在我要跟各位講一個重點的話喔 所有的念頭 我們稱為叫做意識 意 意就是我們的念頭 各位 意在清典裡面 有時候關於都用意啦 這是第八意識 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 意啦 意就是在念啦 這個念的行程 請各位一定要聽 真如一定有念 華生自在如來的真如 真如叫如來 真如一定有念 為什麼真如有念 華爾如是 因為你如果沒有真如 他就沒有念 各位聽得懂不懂意思 你人死掉 比如說死掉 你就沒有真如 你怎麼念頭 死人不會沒有念頭啊 所以真如有念 所以真如有念 念是真如的華爾如是 所以今天各位要 沒有念頭是不對的 我上個禮拜講說 可是要怎麼樣 要意清淨 不是沒有念頭 沒有念頭就錯喔 沒有念頭等於佛定真如喔 各位 可是到唐朝的時候 是修沒有念頭的 誰修沒有念頭 神秀 所以神秀的地子 常坐不握 你聽到這個意思嗎 還有另外一個 沃倫禪師的地子 包括沃倫禪師 修沒有念頭的 所以沃倫禪師 講一句話 我有一個伎倆 伎倆就是本領啊 功夫啦 什麼樣功夫 能斷百思想 就做他就是這 就開始工夫了 這修不對啊 所以六祖跟他對話 你修錯了 你不知道 所以說會能無伎倆 不斷百思想 不斷百思想 那是佛性自然的運作 那個不斷百思想 那什麼叫做 無念 無念的意思不是沒有念 所以各位 這佛法然然的 無不非 這什麼你然 佛法的要義是在無不非啦 各位再聽一句 佛法的要義不是加法 佛法是減法 各位聽到喔 佛有沒有叫我們加什麼東西 沒有 要不要加活性 要不要成果 不用 為什麼 你是減法 你本來就是佛 所以佛法是減法喔 沒有加法 加法下去 全部忘心喔 減法 減什麼 減什麼 無不非 減掉所有你內心跟外在的執著 叫做無不非 各位我跟你講 大乘經典你翻開 內容不是 無不非 所以 你心情跟黏著 心情跟黏著 人是有了就是不 心情跟黏著 無不非都無 若見諸相 飛向極限如來 心情跟黏著 無眼耳鼻射身 無射身外出 無眼界乃之一見 無無名又明君 無乃之老鼠老鼠去 無無故前面道 再來 無無至於無德 最後 再說一下總無 以無所 獨得故 無 阿不就不 是諸法空向 不爭不滅 不夠不盡不盡不盡 各位 這是佛法語言文字的要義 請各位聽我告訴各位 佛法是減法 不是加法 加法的佛法 不是佛法 加法的佛法是妄法 所以各位 你要度眾生 請問各位 度眾生是減法 還是加法 加法 所以佛說無眾生可減 我都沒有跟你說 各位 我要成立一個佛國 來讓眾生都來 你會認為大儲卑嗎 請問這個是減法還是加法 大加法 佛說 沒有佛祖的狀言 各位 我現在要來 我現在已經知道金鋼金 我來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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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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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阿鳥 德羅 三妙 三菩提 我現在念變心經 你通心經喔 你會不會不會不會通心經喔 各位 看你能不能聽到我會發誓 發誓叫點頭 不是一定要點出來說就是這樣 我念 你聽看 觀自在菩薩 行聲 菠勒 佛羅蜜多時 召見 無印皆空 獨一句話 射利子 射不一空 空不一色 射之空 空不一色 作想 形式 義復如是 射利子 諸話 空相 不生不昧 不過不敬 不爭不責 世故 空中無色 無塑想形式 無眼耳鼻色生理 無色身香味諸話 無眼界乃至於自己 無明亦無明鏡 乃至無老死亦無勞死去 無苦即滅道 無智亦無德 阿彪 以無所得故 菩提撒多 一波羅 菩提多故 心無過愛 無過愛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三世之我 一波羅 菩提多故 阿彪 德羅 善妙 善不提 最後的德的這個字是不得不用 遠足講的 這個德是德而不德 什麼叫德 本來就如是 可是你要恢復本來就如是 那一個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無不非去簡化 這個心經這個波羅布 這個是佛度化眾生 他一貫的做法也是他最慈悲 最有智慧的顯現 另外其他都是無 你的六根六成都是無 為什麼 它是假的 你的意識心也是無 它是假的 連以前我教阿羅漢 乘阿羅漢的四聖地 跟攝影王也是假的 無名也是假的 各位 不要加諸無名 無名是假的 你把你心中的有的這個都放下 放下放下 就是剪掉剪掉剪掉 連你要成佛的智慧的智 還要得到佛果的得 無智亦無德也放下 這邊都放下以後 佛說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會怎樣 你就無過愛 人過愛也放下無過愛 你就會得阿鳥 得羅三聖地 那這個得叫做得而不得 不得而得 什麼叫得而不得 得而不得 不得而得 因為它華而如是 它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佛道也說 大明座 大神座 大明座 大神座 無上座 無等等座 有我們的自信 它本來有這個功能 能處一切苦 能處一切苦 你的命都去掉 你的執著的命都沒有了 你要苦什麼 各位 一般我們是會苦什麼 各位 一般的環境會苦什麼 先苦六根 來咧 苦六成 有外在的東西 再來咧 苦六四 想法 再來苦什麼 各位 你可以看破這三個 再來苦什麼 苦 我要藤阿羅漢 我要道業成長 所以就苦這個 所以無苦即滅到 無助於無德 各位 得的菩薩苦什麼 苦他沒有成活 各位 所以你把這個 你內心 還沒有得到的這個 都放下 放下 簡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就得而不得 阿鳥得羅三秒三不敵 本劇 劇主的那樣東西 一旦就顯現了 當下就顯現光明 那種光明是 大神咒 大明咒 無上咒 無等等咒 真實不虛 那條就意思了 所以各位 你這個做通心經 所以個心經可以任何時間 二六十中就可以了 因為金經很容易被 心經兩百六十里而已 可以讓它演繹出來 演繹出來 各位 這是佛性的顯現 通經不是在念經 不是在念心經 不是口念的念 是通心經 當下 你那自在如來 就顯了 各位 諸佛菩薩的厲害 是顯出自信如來 度而不度 當下就可以度化 無量無邊的眾生 不假一事 也不做法會 在當下就是 為什麼 因為自信如來的體性 它已經發揮了極致了 請問各位 所有眾生的心 都在什麼地方顯現出來 所有 你說那些亡靈 千百萬億的亡靈 各位都從什麼顯示出來 從自信如來顯現 因為千百萬億的眾生 亡靈 跟我們的真如自信 是同一個 還是不同一個 同一個 而當你這同一個 跟他同一個 你放下 你大光明體出來的時候 跟我們同一個的眾生 全部得其力 這個才真正的在超度 各位聽到沒有 為什麼憑著這個 你能超度 因為眾生 如來體性 是同一個如來體性 所以你心靜 就口土靜 你心超度 所有跟你有緣的眾生 全部超度 各位 這個才是真正的自信功德 這功德不是外在有違法的功德 是無違法的功德 無違法的功德 才是賢慎的功德 才是福德無故 事故如來說 福德多的功德 聽到沒有 所以眾生若干總心 什麼叫眾生若干總心 如橫河的沙在變世界 世界在變橫河的沙 那麼多的沙 就是眾生的心 所以眾生心有多少 若干總心 就無量無邊的心 可是各位 這些無量無邊的眾生的心 金剛經上個禮拜講什麼 如來西之西見 為什麼 因為眾生的若干總心的這個心 旺心的這個心 這個心的背後 跟你是同一個如來體 當然我西之西見 他還不就太一樣 還不在調整這個意思嗎 所以當然我西之西見 他自己不知我知 因為今天你通金剛經 我知道了 他不還呼眾生不知道 他已知道他有一個心 可是也有一個身 可是他一直認為 身跟心是一體的 是一體 而且是個別的 這個是還呼 心的心 所以還呼 看到眾生 你跟我不一樣 我的念頭跟念頭不一樣 所以身體不一樣以外 念頭不一樣 所以你的靈跟你的靈是不一樣 這是還呼的見地 各位 這種見地幾乎在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 一百個九十九 那這樣就要找到真相啊 找到怎麼真相 我的身跟你的身是不一樣 可是我的心 我的自信如來跟你的自信 有沒有一樣 一樣 什麼意思 火頭用兩個做舉例 第一個海水跟泡沫 泡沫 是不是落甘種泡沫 請問各位 我們不要講華界 講地球的太平洋 請問太平洋有多少泡沫 你算不出 如恒河沙的沙 沙在變成了 這都舉例啦 這個都說明 你算不出嗎 各位不要說這個太平洋啦 日月潭就好了啦 各位這樣說不定呢 泡沫有多少 而且那泡沫是生妹的 可是各位 這些泡沫 是不是同一個海水 是 所以既然是同一個海水 所以泡沫在生妹的當下 海水吃不吃 當然吃啊 再講一下啊 那各位 你了解這個 所以眾生心 你基諸細見啊 各位 你能講到這句話 這句話 不是文字上的話 能體悟出這句話 那是佛陀的心跟你合為一啊 這樣聽到沒有 金剛真的這麼大這樣 有了解嗎 那為什麼 眾生若干種心 如來西之西見 因為 何以故 因為 眾生心的諸心 即是灰心 市民為心 什麼意思 眾生的心 跟灰心 灰心講什麼 灰心講我們的如來自信 心是講眾生的心 跟灰心它是同一個 只是語言文字 都把它稱為 叫做心而已 各位 這樣跳這個意思嗎 所以各位現在把 金剛經的前面那一份 這些文字 來聽一次喔 三千大千世界的這些 殺殺在變 在變殺 這個叫做眾生的 若干種心 眾生的若干種心 如來西之西見 何以故 因為這些眾生 若干種心 市民灰心 也叫市民 皆為灰心 市民為心 因為心跟灰心 是同樣一個提醒 各位啊 我講到這邊 我是用文白的語言文字 在我體悟金剛經的整個 我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 當然你聽的是我的語言文字 可是各位 你要自己問你自己喔 有沒有跟你如來自信 相同 有沒有感觸到這一點的震撼 有沒有 各位 林醫師公有啦 各位 你們自己要知道 有沒有 這重要在這裡喔 各位 有的當下 雖然是插那間 雖然是插那間喔 可是我跟你講 插那即永遠 那個插那間 現出來的 就是心經的 大神咒 大明咒 無上咒 無等等臭 能處一切苦 真是不虛 那個苦 不是處你個別的苦 處跟你有緣 冤親在處的苦 各位 因為你來聽經 眾生若干總心 它是在你台 它是因緣所生 各位聽懂 因為要進到這個 這個人是道場 不簡單啦 不容易啦 它從世間法而言 要來聽經就不容易了 有些人要聽經 人家是道場 不然有事 不然有同學會 不然有什麼 他就這麼理由 跟你說 今天不用來沒關係啦 所以各位 可以來不簡單 而且你能來 因為身跟性跟相和唯一嘛 各位 你的磁場 那個磁場 科學家說那個磁場 也叫磁場 跟你同磁場 有因緣的靈 他就跟你做回來啦 所以你當下 醒悟的頓入那一插那 他就得到光明 對 他要的是這一個功德 而不是要的 你跟他拜什麼東西 拜什麼東西 各位 等他保持而已 所以個佛教在早課晚課 一直晚課 以為了開煙佛奏 各位 是讓他飽滿而已 重點是要讓他飽滿他的心 各位 自信如來 功德的磁場 那是無量無邊 超度很多眾生 各位聽得懂不懂 那個才是真正的無違法 是真正的無違奏 可是這是新經的大名座大神座 無上座無等等座 能處一切苦 處自己苦 處眾生苦 真是不虛 這是大修行人 大修行人 不是你誰看出來的這樣 那是一個扮演角色而已 各位 所以出家在家是都受到 真的 但是 要讚嘆出家人 為什麼 人家能捨家氣死 能夠來維護佛頭的法要 那一般人怎麼做得到 給你看看 我們很讚嘆人出家 自己的兒子出家 比較慢吃的 走路走走走走走 我知道彌陀寺就是這樣 我高中 國中時代就住彌陀寺 住到高中 一直考上大學上 然後再下來 因為這個年齡的時代 住佛室的 那些師兄師姐來 都在家人 彌陀寺是古老室 看到我一個在家人 住在那地方 對佛都特別讚嘆 第一個讚嘆是說 你還住在佛室 彌陀寺 那是晚上的時候 連去上廁所都要拿鎖電筒 那是外風的 你如果住下去 不簡單 當然在那個地方也沒有娛樂 沒有什麼 我們是要讀書的 這樣也不簡單 第三個 還可以吃壽司 吃壽司 我本來吃壽司 人都讚嘆到 就把一人也賣而已 會出家 所以他們都鼓勵說 陳國恩 你如果是大學必要什麼 你就要出家 出家 結果圓兵法師就給大家叫 你們都有兒子 都跟陳國恩差不多年齡 你鼓勵陳國恩出家 怎麼鼓勵你們兒子出家 沒有啦 我就這樣 我放那兒子出家出家 賺賺有功德 跟那個兒子 慢吃慢吃慢吃 各位 眾生心 你知道嗎 這樣我也知道 如來西諸西諺 就眾生的妄心 妄心就是這樣 妄心還有一個意思 隱含的自私的信 我就知道 我如來西諸西諺 你聽這個意思嗎 我都知道 因為所有的眾生 是我心的顯現 真的嗎 各位 你如果不知道可以做一個正宴 各位 不用說心 你心的想到我 就是我 就是你心的變現 這樣有意思嗎 你心可以想多少眾生 無量無邊 所以所量無邊的眾生 不是你心的顯現 用心的解釋好解釋 用眼睛的解釋更好解釋 你怎麼看出來這麼眾生 也是你 視覺上顯現出來 你的視覺上 就是六根起作用 六根起作用 就是自信如來起作用 我們全部都是你的影像啊 所以所有的眾生 都是你自信如來顯現在 眼耳鼻舌生意的當下而已啊 各位 這樣金公公這句話 實在這樣聽我了 所以各位 這真真 要講是很難的 因為他 你要了解啊 你講得出來啊 講得出來 以外 人聽有啊 你不可以自己講啊 站在一起 大家來來 法師 大家再見 那是一種信仰而已 不是 講到 原來如此 因為你能原來如此 你才有 開悟跟正悟的機會 不然的話 都是呢 籠罩在 宗教上的信仰 跟明信而已 各位這樣聽我這個意思嗎 各位 這很重要的喔 這很重要 自信功德 後面引發出來的功德 太大太大了 大道你不能去想的 所以各位你看 福德無故 事故如來說 福德多 多是什麼意思 無量無邊叫多 經典講的多都是無量無邊 多跟大是同樣一件事 大的是無量無邊 多也是無量無邊 各位真的懂嗎 這個不是世間上的多少的多 世間上多少的多 佛頭不會講多 因為那是生魅法 有條件的生魅法 佛頭說講的心法 都是一種無違法的 無量無邊管管的心 好 所以各位告家那個 所以生魅本性 他顯現出義 就當你義親近的時候 義親近的意思 不是沒有義喔 不是無義喔 不是無念喔 而是這個念親近 親近是用什麼字眼來解釋最好 不執著叫親近 親近很難說什麼叫親近 所以佛法都用簡法 所以你如果問佛喔 佛沒有你跟我解釋 什麼叫做親近 他跟你說無無念不執著不住 叫做親近 所以金剛經在講不住啊 金剛經沒有教你說什麼 沒有教你加什麼東西 因為你本來就有了 所以我才講一句話 佛頭有的我們就有 可是我們有的佛頭沒有 現在就是我們有的佛頭沒有的那個有 放下去掉就對了 你就等於是佛頭有的那個 各位這太簡單小學一年級的數學邏輯 佛頭有的我們都有 佛頭沒有的我們有 所以你如何跟佛頭有的同樣有 就是佛頭沒有的你也沒有 你就等於佛頭那一個有 這樣嗎 這樣沒有啦 這樣有簡單嗎 這樣有簡單嗎 啊佛頭沒有的我們有 我們是有什麼 執著啊 著相啊 這樣你啊 所以你放下著相 當然就沒事了 聽到嗎 所以金剛經講 若見諸相 揮相 就是揮相 簡法 極限如來 如來的 只要把相 放下 你就如來的 各位 大道主見 是以後的論述的主師大德 把它講得太過的廣大 然後整個有一點已經 讓我們很混淆的在經典上 那很難 學旺是我們在學的 那是別人的事 那就是到那裡 就是人啊 這一定過去生中 一定人都什麼來的 各位 都把自己妄自悔伯 你們要成我 第一個 你的意念 已經妄自悔伯 你們要成我 各位 除了這個以外 你妄自悔伯以後 諸佛菩薩 就不會助無你 法界是無量無邊 各位聽我講 世間法跟佛法一樣 法界無量無邊 但你的心找出定位的那一叉 法界裡面找出定位的那一叉 所有法界的因緣 都往你這邊走 各位 世間法還是一樣 我舉例孫中山 孫中山出身平民 各位這大家都知道嘛 他是廣東媒縣人 各位 他的哥哥是因為在廣東待不下去 因為以前在清末民國初的時候 在中國的沿海 尤其沿海 待不下去的才會去外面當華僑 美其民叫華僑 去那邊做什麼 做華工 所以為什麼印尼馬來西亞 尤其印尼馬來西亞 以及美國的早期 現在已經花姬的這些華人 那邊去 剛開始的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移民 去那邊做什麼 是做了人家欺負的華工 你聽不懂 各位你從歷史上都知道 所以叫防禍嘛 因為這些人去到那個地方 他又聰明 又努力 把當地的一些就業機會又剝奪了 所以變成要利用這些華工 現在變成百種社會的一種環撲 怎麼都那麼厲害 就比如說現在台灣 我們都引外勞 有一點外勞 都比我們更高 都自己能創造一片天 各位 以眾生的習性而已 本來是要自己利用的 現在我們就這樣 眾生的習性喔 你沒成果會怎樣 開始排除了 排除的方法一定有兩種 一種武力 一種什麼 政治性 排華 憲主他們來 不然來就要怎麼樣 不然幾年就要走 不然就武力要在那裡 就比較用的去交而已 所以在美國的川普 為什麼華人沒有辦法拓展 你知道嗎 各位愛爾蘭的移民 各位像柯林頓 他就是愛爾蘭人移民來 義大利移民 老佛丁尼諾這些演黑手黨的幫派的教會 那都是義大利裔的 愛爾巴奇諾 那都是義大利裔的 但是為什麼能濃縮 因為他們的民差不多 所以你在美國 你才知道他是義大利裔的 什麼西班牙裔的 你才知道 大家也在那邊 但是我們這個民 你去說我是阿渡 就沒有人要死 阿渡 阿渡的民 都沒有阿渡的民 你看到就沒有了 你英文說多標準 你也貼上了黃總的標籤 所以早期去的移民 他都做什麼 做鐵路工 因為美國的厲害在什麼厲害 美國厲害的是鐵路 鐵路讓美國今天那麼強大 可差的意思 鐵路要工人嘛 都華人工 你說阿甘用黑人 各位我沒有種族群術 黑人他 他就邊做事邊唱歌 所以工作效率不高 所以採棉花可以 但是鐵路這個要有一點技術 要體力和技術 華人 最大的耐操 還有一個頭殼的 所以才會有各地 Trinatown的出現 可是各地 華人把限制這一條街 一萬華人不能在那邊設立商店 所以你去美國大都會 大都市像紐約 華盛 這個紐約 還有鑄金山 這些老的 各位他的川家堂 都在限制在這個範圍內 沒有辦法讓你拓展 這早期黃總人中國人的悲哀 這早期 孫中山的哥哥 就是這樣去夏威夷發展 你們都以為這些醫藥 探到錢 能夠支持革命 本來也很不賺錢 本來是怎樣 是怎樣 很卑微的華工 聽到這個意思嗎 所以孫中山可見 他在沒有革命前 他是生活在一個很辛苦的家庭 但是為什麼他會成為中華民國的國務 請各位聽的 因為他在不可能 不可為之的整個 法界茫茫的整個法界裡面 他有個定位 一十八歲就開始了 我要革命 革命就是定位 所以當他發出這個訊息 一些訊息的慈善 叫革命的時候 而且他不退縮 所有可以幫助他革命的因緣都來 有些人出錢 有些人出力 有些人奉獻生命 反正都來 甚至有很多女孩子 會喜歡他 來幫助他 因為孫中山有念童癖 念童癖 各位 我這說的 因為這有直播 這都不可以說的 你去網路上查 因為我歷史老師 孫中山最喜歡的女孩子 沒有喬過23歲 他在日本娶一個老婆 15歲 這歷史其實他後代還在 你看過這真的 那邊有啊 十五歲就跟他 跟他交給他 孫中山啊 你如果23歲以上 他都沒有了 所以我宋慶寧 22歲 宋慶寧要叫孫中山 因為他的歷史定位 才是革命 所以他的定位 很清楚 所以不管男女老幼 有一個革命出場 一樣的 大家也獻身 為什麼獻身 女孩子在獻身 你說錢啊 財啊 力量啊 生命都獻給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歷史定位 法界的定位 那個定位 真有過明確 這樣聽不懂 佛法不理事間 聽我講就對了 這樣聽不懂 那這個姻緣的祖宜 祖宜不管成還是敗 祖宜 他就有這個 風風烈烈的過程 這樣聽我這個意思 各位 我現在講到佛經 講到這個 要跟自己講 你現在還活著的時候 請各位 在法界上 有個定位 像我的定位 這麼簡單 我要成我 而且沒佛可成 因為我本來就是佛 這樣就對了 各位我跟你說 這個定位跟六祖宜是相同的 所以 我能開展出 我的眼耳鼻子的生意 能夠把經典 用我 直白 各位 這一種 和藍可親的國語 各位 把它 平步 就是很直白平步的 敘述出來 完全不假 準備 不需要去看 這樣論跟他講 還要做一個觀光 不用 正主要是來上 也不知道是上到哪一瓶 各位 你就能夠定位清楚 你自己的佛性自信 你就透過原文字 就表達出來 而且不會疲倦 那是功耀等的 聽到美詩 都不會疲倦 也不知道人上廁所 以前還沒有得愛證錢 沒有喝過水 以前在我們家獎金的時候 一次都三個小時 對 你唯有這個宇宙法界的定位 各位 才能應 想定位的人來 要聽到這個意思 然後來共同定位 你叫做共同成佛道 所有的諸我菩薩都在做這種工作 因為他先定位 再應 要跟他同樣定位的 一個同志 大家共同成佛道 所以佛經的後面都共同成佛道 所有的人全部都華系 為什麼 跟他的定位一樣 各位 今天你如果金鋼精 你如果菠勒布的定位 沒有你聽就聽不懂 你坐兩分鐘就要走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定位 這個定位是有來發起 大家來一起共同成佛道 各位 這個就是佛法的因緣所生法 成佛是因緣所生 共同的成佛 不是一個人在成佛 各位 我公開知道這個意思吧 所以諸佛菩薩 發的願就是在大界裡面定位 所以才有法葬比丘 成立了西方極的禁度 因為他的定位就是西方極的禁度 道理就是如此 各位聽得懂不懂 所以偶爾大師告訴我們 能回歸西方三年而已 信願心 信就是定位 不是說我做信心嗎 信心是什麼 是定位 定位 定位明確 往生西方極的禁度 要跟阿彌陀佛共同於法身 這個法界上定位才重要 而這個定位不只是在法界 世界也是一樣 所以我隱身中山就是定位 聽得懂不懂 所有歷史的大人物 先有一個定位 就像朱元璋他要還原 他本來也是一個出身貧賤 因為他的定位清楚 毫不改變 他自然有幫助他定位的因緣來 共同成立的大明帝國 你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那七月之間也太一樣 我相信彼爾蓋茲這種成就的七月 也是一個定位 任何都一樣 上醫師 你也定位要做醫生 你自然會幫助你做醫生的緣來 像你姐姐這樣 共同 醫生是你做 但是功德是大家一起的 因為他會來 這定位的定位 不是你嘴巴講出來的語言文字 那是其中一個詞長 定位最明確的是你一點心 這個就是火毅大師講的信願形 講這個 這樣聽這個意思嗎 各位你如果知道 你就知道 學父是怎樣 做無聊 所以你定位清楚 而放下不止走 還叫意親近 因為你放下 你了解 你定位清楚了 各位 所以叫意親近 你不要再受到動搖 你做如如不動的地藏王 因為大地如安忍大地 各位 十一圍不動 叫做地藏王 王 不受到任何的 不受到任何的左右 我只能主宰 因為是我定位的 任何外在的一切 不贏干擾到我的定位 還叫王 王 有夠power 王 我不受到大家的干擾 地藏王 你意親近 那個你要意親近 一定要記得 地藏王能成就 是因為做的地聽 那這樣那這樣 是不像叫地聽 所以你要先要地聽 佛告訴我們的定位是什麼 所以地聽聽聽聽 聽聽地聽 那各位當你意親近的時候 有告訴你六根一定親近 沒有例外喔 你六根親近 六成就一定親近 六成親近過故 所以大千世界親近 大千世界親近 各位 所以重點在意親近 各位 懂了 那什麼叫意親近 不是你自己認為的親近 你認為的親近 它不親近 因為你有個做意的親近 什麼叫不親近 無 不 非 你放下的這些執著 叫做親近 所以親近沒有辦法解釋 可是不得不用語言文字講 什麼叫親近 放下叫做親近 而且人放下的意念也放下 這個才叫親近 這樣聽這個意思嗎 所以各位 這個就是佛法 它是這樣演繹出來的 那就懂得全講佛法 整個三藏色分件 都是從這邊演繹 所以佛陀所講的 四線音化身 能講出的語言文字 我也是來講 非 不 無 所以在經典 你從現在 大聖經典回去翻開 全部都講這個 全部都講這個 所以各位 才淨土中有一句話 易親近 易親近 叫新親近 新親近 新親近 所以淨土中的那句話 偶遺大書 解釋非常好 易親近 叫做親近 易親近 故六根親近 六根親近 六臣親近故 六臣親近 六臣親近故 大千三千世界親近 所以才有一句話 新近 則 國土近 要是要講這個 中間去掉 要是要講這個 這樣聽好嗎 所以各位 這樣子的法界定位 你清楚了 可我跟你講 修淨土是萬修萬人去 你只要發願往生淨土 你懂這個道理 沒什麼人沒去 這三道大師說 萬修萬人去 真的 為什麼 各位公爺為什麼 因為本來我們就常駐淨土 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心即彌陀 彌陀即我淨 你的心都阿彌陀的心都一樣的心 此方情淨土 淨土即此方 這是三十系列裡面 參加三十系列法會 如果回到五六感情 最重要的一句話 最重要的幾句話 中風國師會提悟就是這樣 中國師這東西 大菩薩佛的再來人 他是禪師 也是淨土裡面 重要的一位大師 那各位 當這些波勒布的整個智慧 你慢慢慢慢 一個禮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因為大概在一個月 一個月我們金剛星 就應該可以圓滿了 一個多月 因為我都不一定 那各位 你慢慢聽 這半年的時間裡面 建立的這個法界觀 建立這個波勒布 各位對各位是作用無窮 絕對作用無窮 只要你的心不間斷 一定作用無窮 那這作用無窮 各位懂得以後 各位再來閱讀金剛經 那當下就不是在念金剛經 在當下就在通經 通經 那是知金剛經的四聚集 也功德是無量無邊 所以各位 當我們這些道理 各位知道了以後 現在我來解釋二十分的這些 因為這些有一些名像上 跟各位要認知的 我們的法身稱為叫如來 也叫做自信 這有很多名字 為什麼佛要用很多名字來解釋 同樣是 就是要教我們要不執著 因為佛如果所有的經典都只用法身 以後你聽到如來自信 你會覺得跟他不一樣 就不是 所以佛頭要訓練我們 因為語言文字的用意 是要教我們不執著而已 所以同樣一件事 用很多不同的專有名詞來做解釋 是教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無意識中去練習不執著 各位聽得懂嗎 這個是跟基督教的教法很大的不同 基督教裡面所講的上帝就是唯一 所以你說 那叫佛 他生根地固的說不是的義教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各位 所以他要有佛是要訓練 經典的意思是訓練我們平常的思緒 所以同樣一個東西講很多不同的名像 這樣聽到這個意思嗎 要怎麼訓練 訓練 聽到名像 不要執著 那不是唯一 眾生之所以執著 脫離不出來 就是這個唯一 哇 你心裡唯一你就知道了 各位聽得懂不懂意思 從向上你不能唯一 所以各位 他才要實現很多名像 讓你如來也對 自信也對 最好跟你說 說有一切法皆是佛法 你看我厲害 各位 讓你不執著 讓你連執著的路都沒有辦法去 因為什麼都如來 你被執著一道 這也如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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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如來啊 你被執著一道 所以這個叫做佛的教法 這佛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好 那個這個法生存在 可是很難解釋 所以叫言語道斷 心形出妹 什麼叫言語道斷 你演言文字等講出來 就不是那一個 心形出妹 你能想出它是什麼 就不是那一個 可是有這一個 可是你講不出來 那各位 你能講出來的 就是 因造因緣而應 是圓傑居講一句話 圓傑自信 請現於身心隨淚而應 各位 這就是我記的 各位 我現在要跟你說記的 不是要被培這麼理 這麼理 你就一直聽 你自己就要記了 不是故意要背這些字 而是要理解這些字 所以圓傑精講這句話 叫做圓傑自信 各位 什麼叫圓傑自信 就是華生如來 你看 現在用圓傑自信 圓傑精又圓傑自信 金剛精叫做金剛自信 各位 所以圓傑自信跟金剛自信 講這件事啊 是不同的經典 能源精叫做什麼自信 能源自信 這樣啊 這樣聽到這個意思沒有啦 不同的經意 也有不同的解釋 圓傑自信 現於身心 身心 我們有身心 是圓傑自信 現出來 為什麼會現這個身心 為什麼 隨類各應 隨類各應 為什麼那種隨類各應 因為 因緣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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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聽到這個意思 所以 既然所有的眾生 都是因緣而現的 所以 所有的眾生 基本上 都有一個什麼 圓傑自信 因為沒有圓傑自信 沒有生心 沒有生心 沒有隨類各應 各位 這個叫做佛信 這個叫法神 所以才叫三世一切佛 共同一法神 共同體啦 共同的啦 就聽得懂嗎 所以各位 你看這個宇宙觀 已經是宏觀了啦 以前我們都有圍觀 你就立我就立我 現在你知道 原來都一直 各位 你有一天 你現在知道這個得利 要叫開悟 有一天 你真的做到這裡 恭喜你成我 現在是我們知道 做不成功 我們都一直 碰到利益的話 沒有 那是利益像我 還會這樣 現在要想這個而已 各位要挑這個意思嗎 大家要先知道這個 理要先圓融才能是圓融 理是無礙是是無礙 要先理無礙才是無礙 還要聽喔 理是不是先是無礙理無礙 你要先想我 是無礙理無礙 你就要繞很大的功夫喔 你來歷經了三大阿貞奇傑的盲修夏戀 他讓你碰到喔 各位聽我這個意思嗎 各位 這樣聽我這個意思嗎 就像你現在要去戲子 你都不用Google 你都不知道路 讓你出去 看你要開多久 反正一直到萬華那邊到 你還以為是戲子 各位聽我這個意思嗎 他就叫做什麼 叫做理有礙 事硬要去做 因為你先做事 而不是先求理 可是我已經定位清楚 去戲子了 去經過了內湖東湖 這樣去 叫做戲子 請問各位 會不會節省很多時間 會 因為你理通事就通 最後理是無礙 事是無礙 那理無礙的理 怎麼知道 靠善之術 我真的可以 最大的善之術是誰 佛陀 所以 今天還有一句話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後面最重要 對我跟你說 善之術難遇 善之術的問題 是善導大師說 成就與我總在 預言不同 看你跟什麼學會 會生下去生 不會生 你一直都在 在相上面打轉 給你這樣 還有 也是一個凡夫 因為你理不通 你以為這個叫做功德 插太紅了 聽懂嗎 所以經典的開示 這麼清楚 原覺自信 現於身心 隨類各應 為甚麼隨類各應 因緣所生而已 這個叫做法生 那這個法身出現了以後 法身是無所不在 它是不增不減 各位 它就會出現一個暴身 所以暴身有相 法身無相 上個禮拜再補充一下 這個暴身裡面又分成兩種暴身 一種叫做願力身的暴身 一種叫做什麼 叫做夜暴身 夜 夜禮身 一個願力 一個夜禮 這只是暴身 好 再來 那各位 這個法身裡面 還會再現一個身 這個身叫做硬化身 也稱為叫化身 硬化身 硬化身的最高 最高頂點 就是三十二項 所以呢 釋迦牟尼佛 我們說有三十二項 三十二項是一個舉例 要挑這個意思嗎 有三十二項 一種獻出來了 所以各位 化化爆三身 那現在金剛經所講的有關於這個身 有關於這個象 講到這邊 《金剛經》第20分 《金剛經》第20分 講的三次 三十四項 見如來火 三十二項 吉士非項 市民三十三個項 我有沒有記得這屏十三文 而现在讲什么 讲报身的愿力身 这个愿力身在二十分里面 出现两个灵像 各位听哦 记得一个叫做巨族色身 记得一个叫做巨族身像 各位 记得愿力身分成两种 好 所以我讲这边给你听 虚不提预认了佛 可以巨族色身见佛 下面这一个 如来可以巨族诸相见佛 那个不管是巨族色身 还是巨族诸相 都是属于什么 这是属于报身的愿力身 各位听得懂不懂 就是你成佛成大菩萨 你才有这个身 那各位啊我们呢 我们现在 不卑不堪 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什么身 业力身 各位听懂吗 我们叫业力身 但是不管你是愿力身还是业力身 我们共同一什么身 化身 共同一化身 管你是业力还是愿力 都共同化身 你还这么听不懂 再来 这个巨族色身跟巨族身像 有什么差别 因为金刚军既然讲我就要讲啊 有什么差别 它的差别是 请各位听哦 这个要用思考 要听哦 巨族色身跟巨族身像 只有一个差别 一个是 一个是 能为 能为庄严 一个是所为庄严 我在解释什么意思 身像跟色身 全面都有两个巨族 巨族的意思叫圆满 圆满 所以六祖讲的就是 何其自信 本质 巨族 也就是圆满 可是这个六祖所讲的 何其自信 本质 巨族的自信 是无相 现在金刚军讲的 这一个巨族色身 跟巨族身像 有没有像的 有像的 是有像的 有像 可是它们都是圆满 所以它能够 冠上两个字 叫做圆满的 它一定是 是什么 一定是成果的身 不是一般的身 那个色身跟身像 为什么一个是 能为庄严 一个是所为庄严 因为身像的意思 是从心像 细像上来看 细像上来看 叫做身像 比如 这个蜜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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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很重要 这个就是巨族身像 你听不懂 因为它都很重要 所以合称起来 很庄严 这个就是巨族色身像 所以都修行 即使金刚军 焦罗摩斯大师大中文翻译的时候 它把简单的 这一个文字里面 它分两个来做细说 所以一个是能 一个是所 一个是有能 有细的能 才会变成有一个宏观的所 把酒的重严 品的重严 手的重严 脚头的重严 人中的重严 手的重严 脚的重严 所以 宏观来看 非常的重严 这样 具足色身 跟具足身像 要这么巧合 但重点不是这个 让你知道 因为你要设金刚军 免得 你要认这段文字的时候 各位 我是怎样说的有 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是奖金的人 我要让各位 这一次的金刚军 要让各位做到 通金 神道通金 念到这边的时候 不要再用意识去想 这是什么 不然你就念 具足色身 具足身像 你一定会讨计 我真的念得到 两边都坐在那里 一个这样一个 什么 中间不要有 那一个意思 怎么是什么 你把它念得到 各位 你可以这样 我跟你说 通金 你的功德 我们是不可以说功德 但是功德是不得不用 有人就讲 你的自信功德 大神座 大名座 无上座 无等等座 能处一切口真实不虚 还有跟你说 当下就在超度 你都不知道 大法会 那不免得来 不免得来 不免得勤勤勤勤 那不免得 当下 所有的佛法都在当下 佛道一个时代 有做什么法会 所有度化众生 都在当下之中 因为你的心 有够大 大到Maha 所得众生 都在如来星星当中 显现出来 那不是众生 不能超度 各位 各位听得懂吗 尤其跟你有缘的众生 这个是我们人佛者的目的 不是 我怎么办 你一年离不去 你贪彩的 你离不去 谁都带着走 万般带不去 你佛者的人生意 怎么样 先在法界之中 有个定位 各位 这定位太重要 你一定会诸佛菩萨 所有的众生贤圣 全部供养你 全部帮助你 各位听得懂吗 他们会释现两种来帮助你 一种顺因缘 来成就你成果 一种逆争上缘 来成就你成果 逆争上缘 也是缘 听得懂不懂 就像玄奘大师 逆争上缘来 生上缘都来 一定会这样 但是学习 让你如如不动的心性 所以各位 现在的愿力生 是这两种生 这两种生出来 那现在来了 各位 先把黑板上的这个 先体悟了解 先把巨族色身 跟巨族身相的区别 同样一样东西 细分的话 一个是整个局部来看 一个是宏观来看 可是重点都是巨族 巨族叫圆满 为什么它有圆满色身 跟圆满身相 因为 全部都是从什么来的 化身 化身来 所以各位 我们跟诸佛菩萨的报身 可其实是差在愿力跟业力 化身都一样 差在愿力跟业力 各位听懂吗 可是硬化为硬化身一样 硬化身的时候 要持续听 两者又一样了 很奇怪 为什么 请问 释迦摩尼佛2500多年前的西达兜太子 是这三身的哪一身的显现 硬化身 请问西达兜太子的硬化身 跟现在我们的硬化身 当然皮肤不同 种族不同 请问六根六成的功能 有没有一样 一样 所以到硬化身的时候 随类个硬 你若是地鱼 你就是地鱼的硬化身 你若是人类 就是人类的硬化身 天道就是天道的硬化身 搞成这样跳舞 所以 我们今天先从人道而言 我们的硬化身是人道 人 所以我们称为叫人类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 我们是业力 是业力 可是各位 业力跟愿力 只有一个差别 差别在哪里 不是报身的相产生的差别 是在什么 是在心 转念之中 转业力 为什么力 愿力 一个历史定位 法界的定位 所以为什么早课晚课 一定要念《华严经》的 先讲向上的誓言 再讲信上的事情 第一件事 众生无边誓愿度 佛陀先教你 先度化众生 无边誓愿度的 法界的定位 就是佛菩萨 那在教理 没有众生可度 有一个菩萨摩尔萨 要跳过 先教我们当菩萨 再教我们当菩萨摩尔萨 各位 因为佛的教学 是这么样圆满的处地 你只要花了一个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边就是有一个家了 各位你历史定位就进去了 为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 各位现在是向上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理向上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谭经是在讲 终究的圆满的那个境地 所以各位 现在不管你学佛 学到众生无边誓愿 你就发出这个慈愿 我赞叹 可是这个现在要提升 提升到什么 众生无边誓愿度 可是本无众生可度 转换过去 转换过去 这个才叫大愿 这是地藏大愿 这是观音大愿 这是如来的大愿 各位 你在当下 当下 你也是你 可是 你的报身 现为巨族色胜 有这么听吗 但是还有一个很隐秘的事情 很神秘的事情 但是这是佛法的富贵 因为这超时空的 请各位听一句话 以前荒东美老居士 我民国66年入台大 荒东美那一年往生 他是全世界有名的哲学专家 进攻楼上 听也说到荒东美 文史则不文家 我是台大历史系 很多他历史系的课 荒东美来讲 讲华原华药 荒东美教授讲说 佛经 尤其华原经 有80%是迷信 有20%是科学跟理性 各位这是荒东美认为 所以他叫做活学家 可是我觉得荒东美到他晚年 要往生的时候 他反而去重视 80%的迷信的那部分 所以你知道荒东美要往生之前 因为医生 讲经过去看他两次嘛 医生说没救的时候 他只有个医院 赶快把我送到土城 承天禅士去见广青牢上 广青牢上 本来对荒东美这位大哲学家而言 是一个迷信的那一部分 最后他的富贵是在从 那认为的迷信那一部分 往生西方基的进土 可是各位坦白跟你讲 真正从佛学而言 有理性跟迷信的一部分 真正学佛的话 佛教的所有一切 全部都是理性 没有迷信的 反而是被佛学家 认为迷信的那一部分 才是佛法的精髓 被认为理性那一部分 是门外患 还有进去的门外界而已 真的 各位真的 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是佛学跟学佛 是有很大的差别 可是各位我赞叹了荒东美 事后对一个不认识的老禅师 不认识治老禅师 而去那边归依成天禅师 就等于归依广青老禅 归依广青老禅 就等于归依自信弥陀 很赞叹 真的是如此 那各位现在 我们全部都在归依自信弥陀 所有的金刚精是只一单刀直入 都要讲这个道理 可是各位现在 你要听我讲的那一个 另外一度空间的佛学家 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我们人是硬化身 各位要肯定 站在硬化身这个角度 化身不变 因为化身不增不减 不过不近 可是没问题 那各位我们到底有没有爆身 有 化化爆身身 佛跟环污众身 全部都一样 今天你有名有姓 世名什么人 这些硬化身的你 可是各位 当你硬化身的你 你在化身的整个如来里面 因为我们都具备这个化身如来 如果不遮掩的话 你的意念 你的执着 总统计划叫执着 不 遮蔽化身如来的话 那当下 你还是零 不管什么名字 你会献出一种身 叫做巨族色身 或者巨族身相身 在那一个化界里面 研花化身 所以你人在地球 你有寿命 你有生命 可是你的化身不生不灭 可是你还现一个像 你最不知道 现在什么地方 现在 在净土的国中 各位 所以真正大政务的主事大者 一直告诉我们 人有化眼通 你人在乡 但是生的风 你的灰灰灰灰 西方的身体 没有身体 有身体有生灭 那我们去西方干什么 它是莲花化身 你听不懂 因为它莲花化身 它是化界身 所以不生不灭 所以永恒不断 化身永恒不断 所以永恒不断 所以阿弥陀经讲 在西方的净土 出现了菩萨 都叫阿毕八字 所以叫阿毕八字 寿命无常 因为化身本来就无常 无常 不是无常 就是无限 寿命无限 所以叫做无量寿 因为化身的空间也无限 所以叫无量光 所以阿弥陀经说 一顿饭之间 什么叫一顿饭 插插间 你心里想去哪一个火国 能不能去那边供养诸佛 可以 为什么 化身的化信徒 不是化象徒 不是化象徒 你懂得这个 你佛经理阿弥陀经堂都懂了 不是你看那些 蚊子那些黏黏的 不然你的矛盾 要什么出世里 会变成 要去找一个空间 随时可以去 因为它是随心所现的世界 你现在想 想到了 你可以去 因为你有身体 你现在想要去佛心的 可以去 不用去佛心 你现在想要去 101大陆 可以去 不 但是想要去 會 但是在西方的建筑 没有身 因为身心脱落 全部都是意念在坡洞 當然你可以去 不可以去 各位 請問你去101大陆 比較近 你去美国 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 那不是 但是 你想的 哪些到 差不多 各位 所以 生命的世界 有距離 法界的世界 沒有距離 還要像美国 像外太空 和像隔壁 哪些到 哪些 各位 這是父輩跟您說的 跟您說的 這個才是真正佛法最富貴的地方 所以相同的道理 這單人 這要聽得清楚 但是法身如來跟佛一樣 不過 法身如來的自信光明體 被扭曲 變成意 變成意 意念的念 念的是從法身如來變血 而這個念裡面 非常執著 比如說執著貪生之 所以他雖然人在地球 還沒有死 可是 他另外一個報生 葉利昇 可能在地獄 惡鬼 畜生 已經註冊了 甚至同時存在 聽不懂 所以 當初的阿蘭陀 阿蘭陀是佛陀的親弟弟 佛陀兩個弟弟 一個叫阿蘭 阿蘭是誰 是佛陀的堂弟 他的親弟弟叫做阿蘭陀 所以有一個人 有兩個一個蘭陀 一個阿蘭 阿蘭陀是佛陀的親弟弟 佛陀的親弟弟 他的佛陀為了杜化他 他才會跟他 因為他才會做好色的 很會看世間的美色的 他沒有帶他去刀利天看 看女孩子嗎 看女孩子以後 他回來問說 請問你的太太比較漂亮 還是天女比較漂亮 他說 這個比較的話 可以比較 一直是人 一個是猴子 這樣 全世界長得最漂亮的人 在蘭陀的手中 眼中變成猴子 所以他就心嚮往 要去刀利天 問夫說要怎麼去 不是買機票可以去啊 從修行去 他不是要來修行 他是先以利勾籤 先用這個來引誘他修行 這佛陀的厲害的地方 先引誘他 然後再叫阿蘭陀 既然不能帶他到天堂 我就可以帶你到地獄 阿蘭陀在地獄的時候 看一個地獄在那裡 瘦苦的人 反正他就龍仔來啊 在那裡瘦苦啊 他就問不通 這是什麼人 他就說你自己看 那是蘭陀 不是人類地球的蘭陀 因為你的業力 你已經把佛性遮掩 你的暴身 因為畫畫暴三身一體嘛 你化身在地球投胎 在地球生命 有命有生有過程 可是你的暴身 已經在不同的法界裡面 也在那邊生活 你吸了一段跪下 聽到這個得力嘛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法身是不變 三身為一體 化暴身 法身不變 化暴身是有相的 這兩者都是有相的 他可以同時存在在不同的法界 所以各位 你們不要聽過 觀音菩薩素現千手千眼 他在什麼地方度化眾生 不是只在地球 在什麼地方 在實法界度化眾生 所以你們普遍閔南 眾生與和聲得度的其他極限 和聲為主說法 還素現 非人 阿修羅 所有都素現 道理就是你這 各位聽到這個意思嗎 所以各位今天我們學佛 為什麼要學佛 你的法界定位的那定位真 下去之後 各位告訴你 所有的因緣都往你這邊做 所有人成就你的因緣都往你這邊做 等成就你就等於成就跟你有緣的眾生 他們是一體的啦 聽到這個意思嗎 各位你雖然是在人類喔 可是你的暴身 就看著願力跟業力 你會在六道輪回實法界裡面 六道即六道實法界 還有羅漢兩道 還有菩薩跟佛道 在這個地方同時出現 而這個硬化的化身 不要執著 這個是最剎那的一刻 各位 佛陀現在講的法化報三生 請各位體悟一下 所以你現在念佛人 你是念佛人啊 念佛人 就是兩阿彌陀就念佛 你的心跟阿彌陀合而為的念佛人 我跟你講 在這當下 西方極樂淨土的蓮花 是你那一朵蓮花為你而開 你聽懂嗎 以後你往生阿彌陀佛 如果說真的有像的阿彌陀來 他帶著蓮花 就帶你那一朵蓮花來 不是帶他那一朵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所以讓你坐蓮花台 啪一聲 就回歸盡頭 這叫盡頭法門 所以才講精進者國土進 為什麼心進 心進法身才能閒啊 你心不進法身仍然存在啊 可是遮蔽啊 為什麼遮蔽 得葉遮蔽啊 各位 那葉跟怨就差一人而已 不執著叫怨 執著叫怨 這樣聽不懂啊 所以才有一句話 菩薩布施 大家也要布施 菩薩布施兒 住相 如人入岸 則無所見 那叫業力 再來哪一句話 金安甸第十四分 菩薩布施兒 不住相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還叫怨力 怨力跟業力 就是在 不執著於執著而已 不是你發什麼願 你要做什麼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要做什麼 中生啊 非洲那麼樣可憐 我要度化非洲的眾生 我到外面有命有請 都做不了 為了達成你這個虛煙 無論所有的人都來 有錢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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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 一個團體跟改修苦拜 請問 這個度眾生啊 度眾生是隨緣而度 絕對不要超過你意想之外的能力 你要聽我說啊 為什麼不著相才是 真正在普度眾生 跟你做的事業大不大 無關係啦 所以為什麼古代的菩薩 很多菩薩 都是素縣乞丐 乞丐能對社會整個貢獻 為什麼 一整晚小時候 在彌陀佛社會上 台灣的發展 我跟你說 我今年剛好一夾子 我萬六十歲 是十歲不是虛歲 虛歲我六十一來 你知道嗎 買老年票 半票 在大陸 各位 台灣這六十年的一夾子 是會變化非常大 以前我小時候 我出生在台南市 以前我小時候 台南的高雄地區 嘉義地區 的佛教重鎮 不是佛光山喔 叫做大鋼山超鋒室 義勇會 我跟妳講 妳要用去大鋼山 那一個是雍正時代的佛叉 後面呢 各位以後是爭現的 各位 從日本時代的義民陶和尚 在那邊開山 其實本來就開山 只把日本的佛教 回復到我們漢傳的佛教系統 他在建立一個尼安 女尼住的叫龍吾安 那是他去的 所以妳去大鋼山 先經過龍吾安 再到大鋼山 日治時代的時候 大鋼山的超鋒室 因為那時候是日本的空軍基地 所以強迫生人 強迫這些出家人 一定要移到山下 所以才建立一個叫清超鋒室 所以才有新超鋒室 跟舊超鋒室之北 以後光務以後再回復到舊超鋒室 可是新超鋒室 還有人在那邊住持 那時候我們去超鋒室 去超鋒室 各位觀音普達聖誕 去超鋒室禮拜觀音的時候 各位 車子不能上去 我們要從下面爬階梯上去 兩旁全部都是乞丐 跟你乞討 各位 這個是當初的台灣的狀況 真的這樣 我現在講的是 我十年前的事情 我現在立地清楚 可是 以後我念國中 我住在彌陀室 各位我仍然 我到高中前的每一年 你等下去超鋒室 我爸媽媽帶我去 元兵法師就交代我說 所有你上去 在那邊跟你乞討的這些乞丐 你都不能夠抱著 那種鄙視的心去對待他 為什麼 因為大法會的集結 普賢普撒都會視線 一名乞丐 既生人你不知道 在那邊視線跟你乞討 我小孩就聽到了 所以對乞丐都很乞丐 因為我不能夠做一個普賢 那些人對十個都很乞丐 我對你不乞丐 還衰的就做普賢普撒 所以很乞丐 我爸爸我去吃那種 都給我零錢 零錢 零錢的五角 那時候五角 一塊就不會收錢 我就五角一塊 這樣一塊 沿路 沿路 阿彌陀阿彌陀下去 這個在我的腦海裡面 印象清楚 那各位 其中有一個 是硬化身的普賢普撒 所以你不能看 以柱山豐空為業 但以無全菩薩 因為他在行 布施而不走向 布施而不走向 叫做菩薩 請各位聽喔 凡事你已經硬化有向的 沒有一個人不布施 你不能把布施變成縮小到 我這個哪裡來出錢出來叫布施 各位阿 你只要盡人士聽天命的 當下都在布施 你好好把你爸爸的角色扮演好 你就在布施了 你好好把媽媽的角色扮演好 你就在布施了 你好好把乞丐的角色扮演就在布施了 你今天大格局的 因為這是你姻緣嘛 你好好把你的總統做好 你叫做布施啦 總統做好布施 跟乞丐的布施是平平等等 為什麼 因為你的姻緣有這種power而已嘛 這power也是你的 是大家給你的 那個姻緣所生 你不能很耐心 耐心就是驕傲 那是你剛才打到這個世紀 我就是大家要選給你 你看到 所以你的權位是大家選給你的啊 所以你能用用國家的資源啊 我們個人的 又不是要選給我們啊 所以你就做一家之主啊 你把他扮演角色好 跟他對治國的角色一模一樣 我們在查理到 查理 住相 著相 而不著相而已 你是一個小螺絲丁 你不著相 也是菩薩 你是一個大機械 你著相 也是環夫 說到這樣 有清楚嗎 各位 你把它知道 對自己的責任義務 你把它清楚定位 不卑不亢 厚婦是不卑不亢的 你不要說 你地位怎麼下了 那跟他沒關係啦 是看你著相 不著相而已 是金剛金 尤其金剛金 華元金 能切金 圓絕金 千金萬點 都在講這個 都在不著相這個 各位要知道 而且不著相 跟換空 各兩回事喔 換空 你要一個空讓我換 換空是佳化 我要換空 不著相是什麼 簡化 所以我在修行室 要換空 你本來就空了 又換空 你本來就空了 又換空 是要簡化 所以所有的化 無法可說 佛陀是印譽眾生的需要 它是講什麼話 不 非 無 這樣而已 各位你要懂得啦 這樣佛經 你地位就百分之百的重 你如果沒有地位 就是藍 藍 你不會在這名像裡面 做文章 你頂多只是個佛學家 你是佛學 不是學佛 各位聽得懂嗎 因為金剛精是究竟精 這是究竟的 任何精 講到最後面的金剛精而已 這是高湯 是威亞的佛心 所以化化爆三身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各位我們眾生在 陰化身裡面出現的像 我們就可能在這個爆身裡面 再出現一個像 這爆身是死化界的我 各位你知道這意思嗎 有可能在第二鬼出生 可是各位我跟你講 當你還沒有在那邊顯現的當下 你還是在人道的時候 死化界的這一個爆身的像 頓見頓頓頓見頓出 就在你當下心的顯現而已 他厲害在這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才心盡者國土盡 講到的國土一點爆身 化身沒有土 化身的無像 各位這樣聽不 所以才叫心盡者國土盡 所以視心視火 視心作火 各位太懂了喔 這關我這樣受精的話 各位聽喔 視心你這個心 視心是佛 各位我現在倒閉 你的音視心是佛 各位你這個心你就去做佛 你現在在人道裡面喔 硬化身裡面喔 你視心是佛 為什麼是佛 佛不是一個名像 你都佛相義 什麼叫佛 當下無叫我 無啦叫我啦 叫做佛啦 佛就是無啦 所以叫真如 真如意叫本如啦 所以叫本如 不是沒有東西 是你不执著 你在這當下 你的爆身 就是什麼佛 各位一體的兩面 你可以把這樣的念 真如有念 我們許不念喔 各位到你的硬化身 神要結束你生命周期的那一場呢 各位以佛經而言叫做 您忠實啊 你曾難了解到 視心是佛 保持住 就是保持原本的那個 一切都不執著 各位 當下 當下 你往生什麼 淨土 因為視心是佛 你的法身都不變 這個法身是不變的 它已經銀木娘了 下面是銀木献出來的像 各位 這個意思是什麼 再來 視心是菩薩 菩薩院嘛 菩薩 各位 視心是菩薩 視心做什麼 菩薩 各位 你只要保持那個 你往生了以後 你進入到 實法界的菩薩道 你現在就是 往生那個時候 是 硬化身 最後這個生命周期的最後一刻 現在同時就出現了 最後一刻 就是你了 因為現在這個還會變的 會變的 棒球要打到第九局才知道勝路 還會變的 時常會被逆轉 會變的 你現在聽到這個 視心是菩薩 你就菩薩 你法界出現菩薩道 但是回到的又沒有了 現在為什麼要聽金 各位我跟你講喔 聽金不是屬於好玩的好玩 跟公眾的體會遊戲啊 你一直聽 一直熏陶 熏陶 又熏息 最後把熟處變熟 身處變熟 熟處變身 身處是什麼 知道自己是佛的這個身 以前陌生想變熟 一凹 在當下 你就知道佛與我 各位 無二無非 熟處變身 什麼熟以前歷屆的生命體 都是在執著那個熟 這樣變身 動也沒關係 為什麼動也沒關係 風也沒關係 沒關係 真正 為什麼沒關係 反之我像 接觸虛幻 真的啦 你說我做不到 做不到要練 做不到是你的事 這要練啊 聽同學說 要練 不是喝奶 所有六根接觸到六層的 所謂一切都是影像 我怎麼可能隨著影像起舞啦 呆啊 呆瓜啊 各位聽得懂不懂 影像怎麼會干擾到我 就像你看3D電影 它怎麼會干擾到你 各位訓練這個 是金剛經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做一個總結 還手有像 不是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 飲如露 亦如電 因做如事 關 就修 不用修 為什麼不用修 本來就這樣 是本來就如夢幻泡 我們不知道而已啊 要修什麼 好 把這邊修到如夢幻泡 就不用修啊 因做如事 關 關的是什麼 思維修 一個禪 改變心態 所以物責 刹那間 這樣講就意思了啦 啊你懂了 為什麼要來聽聽 因為 熟處變身的那個熟 還意識變不過來 是不斷的熏熏熏熏熏 那個香 你看不到那個香 讓它熏熏熏熏 有一天你就知道 嘿嘿 那不是你看出來 各位真的喔 各位 所以我就說公英對我有什麼好處 如果講利益對我有什麼 有 再利益我自己等於利益眾生 他一直告訴我 一直告訴我 告訴我等於告訴眾生 各位你要懂 這個不是作義來 不是我去準備一遍的 來講一講 可能那個是一個講課 那個對他自己沒有益處 那是那個 督督化的時間 我們講到終點 所以要懂喔 要懂 所以呢 懂得這個道理 好的來 世心是善 就變世間了 所以世心做什麼 做天 這個天道 聽到嗎 再來喔 世心是貪 所以世心做什麼 做惡鬼 世心是稱 那都是你的道理喔 都你的道理喔 世心做什麼 做地獄 世心是痴 所以世心做什麼 做畜生 這個死法界的一切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為心造 生得 你進入法界觀了 所以若人欲了知之 三世一切 佛陰觀 法界信 一切為心造 各位你把這個 今天很多時間在講三生 我把三生 各位 我把所有佛陀人講過的經典裡面 我撞下來了 你聽這個 看你對他的體會 從今天開始 對三生就很了解 三生本是一生 各位 不一不義 為什麼不一 表面上是三生 實際上不義 是一生而已 喔 各位你現在把這個三生聽 想想看 那各位 除了法生無相以外 暴生跟音化生有沒有像 有像 真的有那個法界存在 就像電影 真的有那部電影存在 只是那部電影 現出的影像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是有硬化生跟爆生 那些的硬化生也有 但是那些也是假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都是從新的法界 一切為這個新的法界 變現出來而已 所以各位 大乘經典的精彩 都在講這個部分 各位 把這個思考一下 想想看 想通 想通就是啊 想通 各位你就知道這個道理了 好 好 各位這個了解了以後 現在我們來看經文 所以各位 這短短的經文沒幾年 一禮 所以我看各位可能沒辦法 可是各位 這樣來看 各位你們如果有耐心 把金鋼金聽完 聽完以後 我是打算 最後一堂課 我把金鋼金我閱讀 你們跟我一起閱讀 各位 閱讀到 念過去的文字 你心通 你不懂 你舉手 各位 各位 就是在座 不管是一百多個人 幾個人都沒有 我們有緣 有這個緣 以後要做到什麼程度 金鋼金 口唸的時候 口唸不靠依據 從第一分開始唸的時候 唸過去的文字 唸了無唸 我完全都通 我沒有經過意識心 停留在說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中間斷掉 是什麼意思 已經是意識性了 但是在中間的過程要練習 也要這個過程 但是最後做到 所以為什麼要聽筋 聽筋也要通筋 我知道 我知道 就變成人家寫信給你 寫信給你 如果是很直白的話 各位 如果一般人 我懂什麼意思 你的意思 不用說 念到這裡 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看看 我以前還想 不用 做到這種程度 各位 你這一輩子 金鋼金 我告訴你 通筋成就 你金鋼金成就 我告訴你 一軍通萬軍通 以後 你看到這個金不懂 不是你經意不懂 是他寫的文字太深 你不知道什麼意思而已 哪一個是另外一回事 哪一個再來做結束 可是你華裔都通了 各位 你懂不懂的意思 是要這樣 做到這個程度 這一次的金鋼金 我們要做到這種程度 所以現在聽聽 聽了三十二分鐘結束了 各位 那一天結束 我不算結束 各位既然 我們這樣聊下去 就做到圓滿了 所以我從中 第一分開始唸 唸 我們一起唸 以一分一分為主 唸到這邊 我就跟你們問 有問題 一句什麼意思 我們就當場來解答 即使你沒有舉手 可能別人 你再聽一次更好 做到 我們可以來聽聽 直播沒有什麼 有哪看不見的人 各位可以做到 每一個金鋼金 五千八百七十三個字 每個字唸唸唸唸 完全清清楚楚 明明聊聊 連一點點疑惑都沒有 各位 你才是真正說到 三千大千世界部署 不如金鋼金四七七 你通嘛 所以心通說通 如日此虛空 六祖的境界 是不是這樣 要聽有沒有 好 再來 須菩提啊 雲一雲雲雄 我現在從經文喔 這裡看過了喔 佛可以聚主身相見佛 觀眾說 可以聚主射身相見佛嗎 各位 現在須菩提的回答 這是在太尾達 福也 各位 金鋼金只要聽到福也的意思 各位 可以聚相見佛來佛 可以聚相見佛佛 徐菩提的回答是福也 到底能不能用聚主身相 聚主射身相見佛 可不可以 各位答案是 也可也不可 是福也的意思 我們去火定聚喔 佛陀金鋼金的偉大 是為什麼 他不把火定跟肯定 把它一刀兩斷地表達出來 為什麼 怕你走一邊 聚主身相也好 聚主射身也好 它叫暴身 請問暴身跟法身是什麼意思 法身就是佛路來啊 各位 法身跟聚主射身的法身 跟暴身有什麼樣的關係 各位 他們的關係是 不依不依 不依不依 那個先說什麼叫做不依 不依都不一樣啊 因為法身無相 射身有沒有相 有相 所以不一樣啊 就可以 肯定 可是又不依 什麼叫不依 一樣啊 為什麼一樣 因為聚主射身是法身碰到因緣 所獻出來的相而已嘛 各位告訴我 所以各位 這法身是能限的能啊 聚主射身是它的什麼 所啊 所限的所啊 所是能所變限的 所以能跟所不是一樣嗎 請問各位 波浪跟海水有沒有一樣啊 一樣啊 因為波浪的海水變了啊 所以叫不依 但是波浪的波浪 海水的海水啊 所以不依 各位 那條就意思了 所以各位 現在 當我們學會了金鋼金 你已經見信了 各位 見信不是很難喔 見信一個開悟喔 各位 你就懂得不依不義 可是各位 歡呼咧 歡呼 聚主射身跟法身 各位 你們想啊 它是不依不義 還是不依 還是不義 三個答案 不依不義 還是不依 還是不義 不依 那叫歡呼 從相看如來 所以你跟歡呼說 聚主射身就是法身 一打死都不信 因為它叫歡呼 它就著相啊 一個無相一個有相 你怎麼跟我說 我也不走不走 那叫歡呼 聽得懂嗎 各位有懂喔 可是各位 什麼叫阿羅漢 已經不簡單了 它所看到的是什麼 不義 你說弄相對 可是菩薩的華眼所看到的是 不義 又不義 同時 各位這樣 天啊我就有意思了 所以這個在講什麼 歡呼跟阿羅漢 兩個都各站一邊 歡呼站在那邊 業障更深 阿羅漢站在那邊 已經是脫離三界 可是還在實法界之中而已 聽到沒有 可是 什麼叫開華眼 阿羅漢開慧眼 所以他看到的是不義 這個阿羅漢 一個開慧眼 可是個歡呼 開落眼 跟天眼而已 看到的是不義 可是華眼以上 所看到的是不義 不義 所以叫做福也四尊 能不能伸向見佛 伸向見如來 也可 也不可 那就不義不義 各位看各位的經歷 再告訴我 金剛筋難是我們在後面 前面也難 可是有錢的 可以解釋 後面的金剛筋 我跟你講 金剛筋一般說到十七分 差不多 後面都說不下去 太難了 後面的金剛筋 微深微淺 各位 金剛筋是 popular的筋 因為太簡單 五千幾里 大家可以黏 可是各位 真正了解金剛法義的 寥寥無敵 非常難 各位 不義不義的心態 不義不義 為什麼要講不義不義 讓你不落入兩邊 你講不義 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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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懂嗎 所以各位 了解不義不義者 從相見信 聽得懂嗎 相見信喔 所以為什麼 漢傳 神國教 看到每一個人都是阿彌陀佛 從每一個相位 都看阿彌陀佛 看到阿彌陀佛 念一句阿彌陀佛 稱呼所有的眾生都是阿彌陀佛 它的含義叫做不義不義 大家民都生不一樣 生也不一樣 生也不一樣 所有的背景都不一樣 壽命也不一樣 什麼都不一樣 可是 不一樣叫不一嘛 可是 裡面的體性都一樣 叫做阿彌陀佛 這個叫做不義不義 這是開華眼的菩薩 所看到的前提 告訴你 聽得懂嗎 所以 能不能 聚足身相見露 來 這是島狀劇 可以聚足身相見佛 也有 島狀劇就變成佛 可以聚足射身見佛 都相信 這裡中文 這樣了解不了解 這是中文島狀劇的造詣 跟英文一樣 但魏晉南北朝的文具就是這樣 這樣造的 我現在擺成佛 拜託給你說 可以聚足射身見佛佛 這樣跟佛可以聚足射身見佛 那相信了 這個是魏晉南北朝的手法 這個是現在的筆劃 都相信了 可以嗎 佛可以用聚足射身來見嗎 各位 佛是屬於佛身 畢公佛身 可以用這個來見嗎 佛也 也可以 也不可以 所以 世尊啊 請不要來喔 請不要來喔 剛才用佛 現在用如來喔 現在如來是純粹要講喔 各位 如來就是法身 純粹的法身 法身的如來 不應以聚足射身見 各位 這邊在念佛要這麼念 既然佛也一定佛出來 請問各位 如來不應以聚足射身見的不應 是肯定聚還是模糊聚 模糊 不是肯定喔 也不是不應喔 他才跟你說 你若是兩種見地 佛可以聚足射身見嗎 不可以 現在你的見地就變成 世尊如來不應 不應就是不可以 以聚足射身見 要到這裡聽好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提升喔 能不能用聚足射身見佛 可不可以 也可 也不可 既然也可 也不可 所以世尊如來不 然後 一點 因 以聚足身見 我講得真話 你念著不應也念下去 你心裡面知道嗎 不應 不應跟不應不一樣喔 喔 這這這 不 不應是兩件事 不應是這件事 你若是否定上來看 不可以 浮也 這個不可 不也 這樣你要念 念什麼 不應 但是你浮也就知道 浮也是可以還是不可 也可也不可 所以要怎麼念 不 因 兩個都加強一句 不是不應 不 不應 這樣 這樣 很藍藍的這個 這差不多了 這片差不多了 那邊就這樣 要聽不懂 各位 這個青鋼精 到這裡是這樣喔 華眼一開就是要說這個喔 再來 何以後 如來說 巨族色身 即非巨色身 市民巨色身 何以後 為什麼不應 為什麼這樣 因為巨族色身是暴身 即非巨族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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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巨族色身暴身 不是暴身 因為它就是華身 從向上而言 市民叫做巨族色身 即非就是 從性上而言 它叫做華身 所以華身跟暴身 是同一身 不依不易 你看也不一樣 也相同 從向上顯現 它叫做巨族色身 但是回歸真心本性 它叫做華身 所以巨族暴身 這回事即非巨族暴身 因為巨族暴身是有相的啊 即非巨族色身 所以巨族色身 有相的巨族色身 就是無相的華身啊 從向上而言 我講它叫做巨族色身 這叫市民巨族色身啊 其實向上的巨族色身 就是華身啊 各位 你開這個見地華眼的菩薩 像 看像 就看到它的什麼 信 這樣聽到嗎 環乎地 看像就像 它永遠不知道它是信 羅漢地 聲文言訣地 它已經開會眼了 看到它的像 看到它的信 可是沒有看像 菩薩的華眼是不否定像 不否定喔 但是阿羅漢否定像喔 它只看信 環乎喔 只肯定 肯定什麼而已 像喔 否定信 開華眼的菩薩是什麼 不否定像 可是它知道環受像 這是什麼虚幻 可是有沒有像 有 所以菩薩是生活在像中 可是不走像 阿羅漢是基於要脫離像中 所以阿羅漢永遠不做蓮花 因為蓮花是在像中的 伊尼長大的 所以只有開華眼的佛跟菩薩 才能做蓮花 為什麼阿羅漢做不了蓮花 為什麼 因為它基於脫離像 因為已被否定像 那菩薩知道性像合一 性像不二 所以他不否定像 他也肯定有像 可是你說肯定有像 不是跟環路一樣嗎 不一樣 可是他肯定有像之外 可是他知道所有的像 皆是什麼像 虚幻像 所以在像中不受像干擾干擾 各位聽懂嗎 所以菩薩不會 動不動就離開蓮世間 那菩薩什麼時候離開蓮世間 因緣所生 他就離開 他會每天說 噢我這個 噢我這個 這世間都很不容易 我就不愛了 我要快脫離了 遠離生死了 沒有 你沒有遠離生死 你叫偏真涅槃 你還偏一邊 什麼叫了生死 無生死可了 向上 就在向上因緣中 可是不受到向的干擾 給我告訴你 你就是真正見性的大菩薩 表法出來 你一定不是做蓮花就帶蓮花 為什麼 蓮花是表法 就出淤泥而不然 為什麼它在淤泥裡面不離像 可是不受到像的干擾 這個叫無像無不像 所以各位 最後講到見性的這句話 都是無像無不像 這個都經典的話 那各位什麼叫做無像無不像 各位從性上而言 從體性的化身而言 它是無像 無像啊 可是各位 這無像的化身 它會現像 這個叫像 它會現像 為什麼它會現像 我不要再問下去了 華爾如是 聽得懂不懂 為什麼它能現像 各位 你現在想像一個空間 你現在想像一件事情 隨便你想 想皮卡丘 請問各位 你如果知道那叫皮卡丘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那是名像 像皮卡丘 不會出來 你想皮卡丘是皮卡丘出來 還是史努比出來 皮卡丘啊 因為你有一個無像的性嘛 所以你能現出有像的像 你想什麼就變什麼 這個叫做無不像 無不嘛 負負負負責任嘛 所以無不像是什麼來的 是無像變現的 既然無像變無不像 所以無不像跟無像是一啊是二 你說不一樣也不一樣啊 你說一樣也一樣啊 所以這樣叫做不依不義 各位這樣聽到這個意思 那你能不依不義 你不離開像 可是你生活在法界的信中 這樣叫做屠殺 常駐法界 你就做人法 你甘心而已啦 各位這樣可以把這個事情做 可是你這個無像的像法身 它會現出有像 這是無不像的像 這無不像的像有兩種生啊 一種叫什麼生 豹生 一種叫什麼生 硬化生 不管是哪一種生 都是像啦 可是肯定要明白喔 這個無不像是像 是無像所變現 可是環世現出的無不像 金剛軍最後告訴我們 它都是什麼 都是幻像虛幻像 沒有一樣是真實的 那叫我 所以我今天在無不像的世界裡面 你能給它寫在無不像的世界裡面呢 可是 是處於無像的心 在看無不像的世界 各位 這個叫做法界 叫做菩薩度法界 這個就是六祖壇經講的 正見正面 看你這樣看 各位生活在這種菩薩的人 我剛才告訴你 他沒有抱怨過 為什麼沒有抱怨過 別人在抱怨 為什麼他沒有抱怨 因為能讓你抱怨的事 都是什麼而已 虛幻的影像 影像你抱怨什麼 讓你抱怨也是嚇得很快 像在那邊看電影 知道那些街 很難看這樣而已 還沒等他靠北靠好 還沒看了一部 你不喜歡的電影 天要發下來 為了這支祖山 為了這支從什麼 為了這支去好萊塢 你不敢抗議 去用生命跟人搏斗 你說沒這樣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你已經知道真相 反所有相 皆是虛幻 這樣看一看就好了 當下有情緒的當下而已 各位這樣聽不懂 不怕唸起 只怕絕齒 各位 你怎麼會這樣 各位 告訴你 各位菩薩 你就隨心所欲的進入菩薩界 而你自己不住住 你已經進入菩薩的境界了 是這經典的偉大的學家 這太偉大了 是個佛恩然報 永明元壽 跨到這裡 他就公結結入 永明元壽 也生日十月十七號 所以 以後的眾生 把十月十七號 當作阿彌陀的聖誕日 一公 大乘經典 如果你真的懂的話 為了報答佛恩 我告訴你 我把我的皮當作紙 把我的骨頭當作皮 把我的血液當作末 來寫字 也不足以報答佛恩與萬一 佛得太偉大了 你不是這個 各位 你根本沒有辦法堅信 你沒有佛在向上折磨生命的世界裡面 你頂多只是發了一些善念 想為大家服務而已 可是你的心仍然難做 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而且你發出那個善念 也是一個作意的善念 作意的啦 作意的 第六意思的 那都假的 真的啦 不是真的偉眾生 是因緣所生 那當時感動到 感動到 大家 都在那裡 對人觀看這樣而已 各位你要懂得 所以 接下來 虛佛提 小樣的話 再說一遍 即使聚足色相 跟聚足身相 不一樣而已 但不一樣就一樣是密 今天這個也講了大概十幾分鐘 聚足身相 是從系上看 聚足色身 是從宏觀看 所以一個人一個手 這樣而已 虛佛提欲與雲合 如來可以聚足足相見我 聚足足相 各位問你們 是爆身 還是法身 還是化身 還是化身 爆身啊 如來是化身 還是爆身 化身啊 可以用爆身 來見化身嗎 各位答案可不可以 福也可不可以 也可 也不可 金剛精 燃離家 多幾個間諜也解釋 你講可 偏一邊 你講不可 也偏一邊 可不可以聽好嗎 所以福也 也可 也不可 世尊啊 就往虛佛裡邊發表言論 世尊啊 如來不 來 應 以聚足身相見 對 你自己了解 不是不應變成個火定聚 而是什麼 不應 也可 也不可 整個金剛精全部貫穿著 因為不一不易嘛 化身 能不能從射身見 也可以 但是 他不是射身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才有一句話 各位 來作為今天節目 才有一句話 心不治心 心不治心 因射見心 射不治色 因心故射 好 各位 這句話 心不治心 什麼意思 心是什麼意思 心不治心 心不是那個心 這個心不治心的文言文叫做 不然心是被他解釋 心不是在想的心 心在哪裡 因色故心 因為有這個色 所以這個心顯現 所以這個心顯現 我這樣了解 再來 色 這是影像 可是當你見色的時候 因為色 所以你看到你的什麼 心 你沒有心什麼現色 可是你現在眼睛看到我 你看個我 但是你還在那裡 為什麼你能看到我這個影像 因為你有一個什麼 心 所以你就找到你的心 心裡都心不治心 陰色故心 我就看得到 所以各位 這個 都是禪宗的頓入階段 各位 這都是菩薩的階段 各位 還在跳火 各位 所以禪禁是一體 講到禁 他都不用再跟你說這個 到你習慣 所有看到所有的色 都知道他是什麼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心 各位 所以能不能諸相現如來 可以阿 看到相就看到如來 可以 他講這個意思 各位 色不注色 色是什麼意思 色不注色 我色什麼讓他解釋 色是什麼意思 因心不色 色是什麼 因為有心所以才有色 各位 沒有心 沒有這個禁止 會不會顯明像 不會 所以見性極限像 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 各位 這句話是 能言君 圓絕君 世上永遠為 所以各位 我還說一君通萬君通 這就是這樣 心裡頭 從色來看著心 色裡頭 從心就知道有色 這就是我常常用這個禁止 來解釋的原因 為什麼能顯像 因為有一個禁止 禁止就是心 要聽到這個意思 沒有禁止 才有顯像出來 所以色裡頭 就是你的心 心裡頭 你看到色有才有禁止 各位 那是同一件事 聽得懂嗎 各位 這件事用在心經 變成哪一句話 心就是空 色的色 色無印的色 用在哪一句話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其是空 空其是色 這個不亦不亦 各位 現在金剛軍的這一品 再講到這個 所以如來不因以具足上相 何以故 如來說諸相具足 極威諸相具足 什麼叫做極威 極威就是 這個諸相性 諸相具足的這個相 它就是性 它不離性啊 發生變爆生啊 因為因緣所生 所以我們就跟它說 這樣叫做諸相具足 各位 金剛軍第20分 是要講到 有夠難的分啊 各位真的啊 因為我以前聽過 一遊覽結束 才講到 我沒有這片麻痺 因為我覺得有說到 不中 我沒有進去 可是各位 我不是說我說的有進去 可是各位 你姑且這樣子聽 你回去餐 餐 餐叫做餐 餐的意思叫禁慮 叫私物維修 各位 你在餐這個當下叫做餐 不是我坐在一起做餐 那是相上的做餐 各位 真正的餐是私物維修禁慮 各位 你把這一品弄通 各位 整個金剛筋 金夾架構都通 所以一金通 萬金通 你這個弄通 叫四巨巨 你這個一弄通 各位我跟你講 你的功德無量無邊 因為了解這個 你見信嘛 見信的Maha Maha出現 各位 你布施三千大千世的功德 不如金剛筋四巨巨 道理就是如此 好 各位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